赵露丝和宇无磊的新欢赵金脉有许多意外的相似之处,引起了一片哗然。 中国网民认为赵金脉在模仿赵露丝的风格。 赵金脉和赵露丝之间的相似性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风格竞赛,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在宇无磊合作的现代言情剧《雪中汉刀行》取得成功后,赵金脉开始吸引网友的注意, 但不是因为他出色的演技,而是因为他与赵露丝的惊人巧合。 在法国卢浮宫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中,赵金脉巧妙地模仿了赵露丝的古典、优雅的风格。 两人不仅有着相同的发型,还选择了具有相似线条的服装, 让粉丝不禁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巧合,还是赵金脉有意未知。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赵金脉继续与他的前辈在娱乐圈撞衫。 一件蓬松的裙子,加上细在尾部的变化,重现了赵露丝在一十月的抖音之夜活动中的造型, 出现在了赵金脉的身上。 这不仅是一种模仿,也是一种展现创造力和挑战精神的方式,将旧的东西变成新的。 不仅仅是服装,赵金脉在选择照片风格和在微博上分享时, 网游也发现了许多与赵露丝的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性让粉丝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一种有意的模仿,还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女星被借鉴赵露丝的风格。 之前,徐梦杰也曾经遭到了关于借视赵露丝的小花蛋的指责。 徐梦杰的扮演赵露丝的角色承扫横和抄袭赵露丝在抖音之夜的服装的行为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一个问题被提出,赵金脉是不是有意识地模仿赵露丝, 还是只是一个无意的巧合? 不仅仅是在演艺事业上,还有在时尚和风格上的竞争, 让两位美女之间的竞赛变得有趣和充满惊喜。 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您怎么看赵金脉和赵露丝之间的风格竞赛? 这到底只是时尚和美容界的共鸣,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请您通过留下评论来分享您的想法和感受。 请您表达您对女星在娱乐业中互相模仿的看法, 以及这是否会影响她们的独立性和个性。 同时,如果您是两位艺人的粉丝,请告诉我们您更喜欢谁,以及为什么。 请您留下您的评论,为关于艺人和时尚界的原则和创造力的讨论增添多样性。 刘亦菲在阿布扎比的神话之旅,中国女神的秘密与诱惑。 刘亦菲最近在阿布扎比的旅行引起了社交媒体的轰动, 因为这位中国女演员分享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自拍照, 深入展示了她光彩夺目而神秘的冒险。 这些迷人的照片不仅展示了阿布扎比令人惊叹的美丽, 还凸显了刘亦菲无可挑剔的时尚品味和光芒四射的个性。 在其中一张引人注目的自拍照中, 刘亦菲戴上一副黑色太阳镜, 给她的整体形象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她呈现出的时尚而美丽的形象不仅引起了粉丝们的注意, 还引发了社交媒体的狂热。 这副太阳镜不仅是一种时尚配饰, 还凸显了刘亦菲的迷人光环, 使她看起来既时尚又神秘。 女演员在一张照片中穿着头巾搭配古董戒指 进一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巧妙地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时尚理念。 这种组合散发着一种异国情调, 展示了刘亦菲无缝融合不同风格的能力。 这张照片不仅庆祝了文化融合, 还凸显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多才多艺。 头巾和古董戒指增添了一丝优雅感, 反映了刘亦菲对时尚细节的敏锐眼光。 刘亦菲在阿布扎比之行中分享的独家海边照片, 揭示了该地点的惊人美丽, 引起了粉丝们对她旅程的期待和好奇。 这些儒化的场景为刘亦菲光芒四射的形象提供了背景, 强调了阿布扎比的自然之美和女演员的魅力。 这些图像不仅展示了目的地的审美吸引力, 还暗示了刘亦菲在逗留期间正在经历的令人激动的经历。 除了以上精彩瞬间外, 刘亦菲还与蛋糕进行了甜美自拍。 她微笑着看着镜头, 手中的蛋糕显得格外诱人。 这样的照片不仅展示了她的甜美形象, 更让人感受到了她的幸福与快乐。 回顾刘亦菲的这次阿布扎比之行, 我们不得不感叹她的魅力和时尚品味。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形象征服了观众和时尚界, 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关注,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魅力。 相信在未来, 她还会在更多领域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为她的旅行增添专业氛围, 刘亦菲最近在阿布扎比进行了一次专业的拍摄, 进一步展示了她对事业的投入和专业素养。 拍摄幕后的一瞥凸显了女演员对自己工作的执着和付出, 这不仅让粉丝感到高兴, 还强调了刘亦菲在娱乐行业中的显赫地位。 在光彩夺目和专业工作之间, 一些甜蜜的瞬间被捕捉到, 刘亦菲与诱人的蛋糕一起自拍, 散发着幸福和喜悦。 这些真挚的瞬间展示了女演员更为个人和贴近人心的一面, 使她在粉丝心中更为亲切。 华丽的拍摄与这些温馨瞬间的对比凸显了刘亦菲多才多艺的个性, 使她在荧幕内外都成为备受喜爱的人物。 在阿布扎比进行的专业摄影, 进一步展现了刘亦菲对她的艺术的执着。 拍摄幕后的一撇提供了一个幕后视角, 揭示了创造令人惊艳视觉效果所付出的努力和奉献。 她旅程的这一方面不仅增添了职业氛围, 还展示了刘亦菲作为一位女演员, 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娱乐行业的不同方面之间转换的多才多艺。 在光彩夺目和备受关注的摄影活动中, 与诱人蛋糕一起捕捉到的甜蜜瞬间提供了一种清新的对比。 刘亦菲在这些坦率瞬间中散发出幸福和喜悦的能力, 让她在个人层面上深受粉丝的喜爱。 这凸显了她的亲和力和真实性, 提醒着每个人,除了那些耀眼的红坦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影活动之外, 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从简单的快乐中找到乐趣。 刘亦菲在阿布扎比之行的总体叙事描绘了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画面之一个风格和优雅女神, 她毫不费力地在时尚,电影和个人幸福之间航行。 她的旅程不再仅仅是一系列社交媒体帖子, 她成为了一个与粉丝产生共鸣的故事, 让人们一亏一个深受喜爱的名人的生活。 随着人们对刘亦菲未来事业的期待不断升温, 阿布扎比之行证明了她能够在全球吸引观众的能力。 无论是通过她的时尚选择,职业追求还是愉快的时刻, 刘亦菲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巩固了她在娱乐和时尚界不可忽视的地位。 她在阿布扎比之行中的令人愉快和令人惊喜的经历 让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刘亦菲迷人叙述的下一章。 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这位真正非凡的艺术家带来更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总的来说, 刘亦菲在阿布扎比的旅程是一次令人愉快且令人惊喜的经历, 为时尚、美丽和目的地的迷人吸引力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她的魅力和时尚品味得到了充分展示, 巩固了她在粉丝和时尚界眼中的女神地位。 随着对她未来事业的期待升温, 粉丝们迫切期待刘亦菲以她的才华和魅力在各个领域继续令人印象深刻。 阿布扎比之行证明了刘亦菲轻松融合魅力、专业精神和个人喜悦的能力, 让大家对她未来的更多令人振奋的时刻充满期待。 让我们拭目以待刘亦菲旅程中的下一个引人入胜的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